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小金二郎的第一部彩色片 《彼岸花》 布置的小金为什么想要拍彩色片呢 是这样的 本来不打算拍彩色片 但公司方面说 特地请来了山本小姐要拍彩色片 我只好从善如流 和和女儿的婚礼上 山上缺席了 请帖也早就送去 不知道为什么没来 大和尚市的董事长平山 为新人致辞 真的很羡慕你们现在自由恋爱的婚礼 不像我们那时候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长江后浪推前浪 时代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真是好事 这是和和第二次嫁女 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 总算没什么心愿了 都说家庭中男人强就收女儿 女人强就收男孩 平山问老板娘 你有几个孩子 老板娘说三个 和和说三个都是男孩对吧 老板娘说你怎么知道 三个人笑着说那是当然 不然就奇怪了 平山两个女儿都带子归宗 有人给平山的大女儿截子提亲 平山和妻子都还没说 不知道怎么开口 小女儿说 现在是自由恋爱时代了 还有父母做主吗 平山说自由恋爱也好 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山上告诉平山 赌叔女文子离家出走了 和爱人在外面同居 自己的心情实在不好 所以不想去参加婚礼 不想看到幸福的场景 平山打听到女儿现在工作的地方 但是自己不好直接去 而且和女儿见面会吵架 拜托平山去看看女儿的情况 了解一下她的生活 家在大阪开旅馆的左左墓 和平山抱怨 妈妈最近总在帮自己找对象 见到谁都让人帮我介绍 着实很烦恼 现在看上了一个医院的医生 大老远从大阪跑来东京看病 就为了让我停停去医院 平山说 没必要到了年龄就要结婚的 现在的年轻人 有自己的思想 不像我们那一代了 真羡慕你们这代年轻人 杰子有喜欢的人 对于父母说提亲之事不做理会 左左墓很羡慕杰子的家庭 父母都很开朗 不像我妈妈 左左墓和杰子结成联盟 要是我们的父母强迫我们 我们要互相帮忙 平山家出去旅行 妈妈非常高兴 趁着女儿还会出嫁 多出来旅行才是 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平山跟杰子说了提亲的事 杰子只是微笑着也不说话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朗气清 岁月静好 平山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 杰子的男朋友谷口 要调到广岛去了 离开之前 直接找到平山 请把杰子嫁给我 平山当时就懵了 脑瓜子嗡嗡的 晚上回家 平山摆出一副臭脸 问杰子 你认识一个叫谷口的人吗 杰子说 我想和他结婚 平山非常生气 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 我们还一直在操心你的婚事 我不同意 杰子问 我就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说着跑了出去 谷口安慰杰子 我马上就要调走了 所以有一些冒霉 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你 无论如何 我都只要和你结婚 杰子回来后 平山压抑内心的愤怒 问杰子 你真的了解对方吗 是能依靠一辈子的人吗 杰子坚定地告诉父亲 我能确定 一百个确定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平山虽嘴上说是为了女儿的幸福 不能随随便便地曹帅结婚 但实际上 内心最大的愤怒 其实是女儿根本没和自己商量过 自己只是收到了通知 没有收到中旬意见 平山告诉妻子 最近几天 让她在家好好反省 不要去上班了 平山去了山上说的那个酒吧 去看看山上的女儿文子 文子和男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 过得很幸福 父亲总是依照自己的意愿 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就发脾气 根本不能好好沟通 其实平山和山上是一样的 只是觉得那是为了女儿好 杰子在家待了几天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把事情告诉了左左目 左左目听到后就从大阪来了 左左目告诉平山 其实自己是离家出走 妈妈不认可自己的自由恋爱 平山问 那人靠谱吗 可靠吗 如果可靠的话 我认为就没有问题 你自己愿意负责就行了 不用听你妈妈的话 左左目说 这样啊 我明白了 我马上告诉杰子 平山脑瓜子嗡嗡嗡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刚才的故事 是左左目编出来的 这不就是杰子的故事吗 只是杰子还没到离家出走那一步 平山哑巴吃荒连 虽还是很生气 可自己说出去的话 总不能死不承认 妻子非常开心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平山回来后 脸色很难看 虽是自己说的话 但却仍然不认可杰子的婚事 妻子说 你这不是矛盾吗 之前你还说赞同年轻人的自由恋爱 现在又固执到这个地步 平山说 人就是矛盾的 我是矛盾的 你也是矛盾的 杰子想要结婚就结吧 我不会参加他婚礼的 和和最爱说梅 哪一部小金的电影里 和和都是话最多 最喜欢帮人嫁女儿的那个 平山的妻子找了和和 平山不管 拜托和和帮忙办这件事 和和告诉平山 你不去就不去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绝对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 哦不对 反正你也不去 杰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 一家人准备最后一次 晚晚整整的吃个晚餐 平山却很晚才回家 依然摆着臭脸 平山会去参加杰子的婚礼的 毕竟那么多人看着 自己不去不像话 这都是借口了 毕竟那是自己的女儿 妻子不住的说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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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步跑上楼告诉杰子 你爸爸会参加到 杰子此时感到有些愧疚 自己也是有点任性了 让你们这么操心 婚礼过后 平山到大阪参加同学会 老男人的酒桌上 也都是儿女的话题 堂来不免伤感 三上我问管警 你有几个孩子 管警摆摆手 三个 管警摆摆手 六个 管警还是摆摆手 七个 管警点头 可可说 七个都是女儿吧 管警点头 别问了 问多了都是伤感 同学会结束之后 平山本准备回东京 在佐佐牧家的旅馆 平山安门佐佐牧 你妈妈给你找了那么多相亲对象 有虫都没有 佐佐牧说 她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找来找去都不满意 我知道 她就是舍不得我 我也舍不得她 我离开后 她肯定会很孤独的 平山说 你不用担心你妈妈 她会找到和孤独作伴的方法 你有你的人生 佐佐牧说 前几日 杰子和骨口 挨大板 说婚了那天 你都没有笑过 她心里很是遗憾 不如你别回东京了 去广岛吧 对 去广岛 就这么决定了 佐佐牧给平山妻子打电话 平山叔叔暂时不回去 他要去广岛看杰子 平山被佐佐牧这么一说 告诉妻子 我本来不想去的 有了台阶下 平山便坐上了去广岛的列车 嘴里轰着略带悲伤的小调 前往女儿的新家 尾巴 一个日本姑娘发了一条RG 几个月前家里的猫咪去世了 我把她埋在家旁的树下 没想到 如今埋葬她的地方 竟然长出了大粗大粗绚烂的比岩花 听说比岩花的花语正是 期待与你再会的日子 我不禁泪如泉涌 一个叫平田的男人路过说 比岩花含有生物碱毒素 猫咪误食 可能会导致呕吐或净乱 甚至致死 我猜 您的猫咪就有可能 是误食比岩花种子而死 养猫的话 还请你多注意这方面 多加小心啊 比岩花在日本语境内的花语是 悲伤回忆 无论是春分前后三天开的春比岩 还是秋分前后三天开的秋比岩 在那个时间点 都是扫墓祭祀的日子 所以此要比岩花 秋刀鱼之位中 女儿出嫁后 周急到酒吧喝酒 老板娘问 从哪里来的 参加了葬礼吗 周急说 嗯 也可以这么说 虽说父母总在张罗着孩子结婚 但其实有了合适的人选之后 父母之间怎么会推托 你去跟女儿说 我不去 你去说 好事将近的那段时间 是最快乐的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一样 父亲面对提亲 总是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为借口 实则是自己内心难以面对 当然还没有其他的理由 比如说 程序上你没跟父母商量 或者说对方背景哪里不合适 反正总归有一大堆理由 没有理由创造理由 也能说出理由 母亲也好像看似很忙碌 跟街坊四邻的都说 有合适的帮我看看 但是东看一个西看一个 总也没有满意的 母亲最想说 帮孩子找对象的那段时间 到真的定了下来 内心反倒开始悲伤 不仅是父母对孩子结婚这件事 其他的事情上也同样如此 小时候我很喜欢走亲戚 但是最快乐的时候 是即将出发的那段时间 到了亲戚家开始 我心情就不好 长大后最快乐的时间 是即将要回家的那段时间 实际上快到家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开始不好了 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刻 接下来就是分离着倒计时 总是如此